等下 其实还有 这个会中黄标嘛 大家好大家好 欢迎回来 澳洲市面店所收的 还有没有订阅门别闹 请记得订阅 请看小伙伴们的小铃铛 还有follow我们的IG OK 回来 今天呢我又来介绍美食了 那今天我要介绍的这一间呢 其实它叫我们事物 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就是从我开始会喝酒的时候 第一间来的酒吧 就是它 ES Bar 已经可以称为老酒吧了 相信啦 还有一些人呢 都还以为啊 他这一间就是喝酒吧了 你们错了 因为他现在已经outgrade了 他在前几年啊 就已经有植入一些美食在里面 因为它里面有一些隐藏版的美食 是我吃了 真的是非常的好吃 所以我今天才要来推荐给大家 它里面有什么样的美食呢 话不多说 直接跟我进去吧 Let's go Yo 大家现在呢 我们已经在这个ES Bar 这里了 那有没有看到我桌面上的这些美食 是不是下刀 它这边其实还有很多的美食 那这边是我今天要推荐给大家的 本身自己来这边吃了过 哇 真的是生生爱散的美食 有两片披萨 这个是 Spicy Wonder Lamb 它是羊肉 我在外面啊 几乎没有吃过有羊肉的披萨 很好吃 这一个呢是牛肉的披萨 叫做 Meat Lover 这一个呢是羊肉Burger 我叫的这个是一set的 它就有薯条啊 然后有toastlaw 然后还有这个豆豆酱料 只有四种自制的酱料 今天就讲了我自己本身喜欢的这个酱料 叫做 Smoky Lemon 另外三个酱料呢 The BBQ Black Pepper Sweet Spicy 通常来人家外面啊 叫这种set的 他们通常都给你辣椒酱啊 要不然是Tomato sauce 这边比较特别就是他们有自制的酱料 可以粘你的薯条啊 或者是你直接倒在你的Burger上面吃 但是也是很好吃的 那我先吃这个 我本身超爱的 羊肉Pizza 这个羊烧味我跟你讲 喜欢吃羊肉的人一定要点 这个是够了 配上它那个薄薄的皮啊 真的是OMG 整个吃起来真的是口感一流啊 这个羊肉的披萨呢 你们一定要点 我第一次吃的羊肉披萨就是在这里了 真的是很好吃啊 非常棒 非常好吃 接下去呢 也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 就是 Meat Lover 这个是牛肉的 它比较特别的地方是什么 它除了这个Bit Pepperoni 它还加了自制的牛肉碎 整体看过去啊 可以看得出很像有分层次这样子 吃起来口感也是一流 非常非常的棒 这边呢 这个Pizza就是我特别喜欢的 其实它有五种不一样的Pizza 另外两种是蔬菜型的 还有一种就是鸡肉型的 有网友可能不会吃羊肉啊 不会吃牛肉啊 那你们也是可以选择它的鸡肉啊 或者是它的蔬菜类的 非常非常的特别哦 现在就吃上他们的Burger Burger也是有三种口味 最后就是牛肉的羊肉跟鸡肉的 我自己本身呢 非常喜欢羊肉 所以我就点了羊肉了 Oh my god 哇 我牙齿那个Juice这样流出来 Oh my god 这日本的也是一样很调 那羊肉味 Oh my god 我跟你们说 为什么我很喜欢来到这里啊 因为这里呢 它是Open Air的 有没有看到那个风 这样子吹 Oh my god 当你在享受美食的时候啊 那一阵风这样吹来 我跟你讲真的是很爽 来到这里呢 不单单只是可以喝酒 他们这里呢 其实有很多的美食 也有很多大众化的饮料 不要再把这里误以为是一个喝酒的地方 它其实算是Bistro了 而且它也是非常通风的一个地方 不会臭什么烟味的 All right 喝茶 喝茶什么 都是来这里 OK 那今天这个介绍美食呢 等一下等一下 哈 干嘛 今天不只介绍美食 那还有介绍什么 还有介绍一些新的独特饮料 独特饮料 哪里 看你后面 这杯是 Oh my god 不能够讲那么多 因为呢 这杯要很快 快点给它结束了 所以我们先直接喝起来 这个喝法很独特哦 压下去 盖起来 它的fresh就会从这边炸出来 欸 啊 sup 哦 其实还好 讲真的 本来也还好了吧 还好 哈哈哈 偷偷你喝下去的时候 甜甜的 然后有点呛呛的 然后你过后 你会感觉很热去整个身体 这杯是 atamine 大概的喝法真的是很特别 老板呢 他就有跟我讲说 今天的喝法啊 就是要从这边喝到这边 这个比较大 所以我们就这样子排啊 OK 真的最恐怖的是这个 我们现在就来试一下 这一杯 vampire juice 哇 它的味道比较像 那种我们每一次喝的 vitamin c的那一种 那一粒一粒的 那个orange的味道 可是它比较浓一点 它整体喝起来是好喝的 这一杯我可以推荐 大家都可以喝 接下去 第三杯 因为它这一杯叫做 sweet copper 很甜蜜的情侣 男生喝这边 女生喝这边 阿里寡 像我这样子 一个人孤孤单单的 两边一起喝 没有了 哦 密度啦 比较像orange 那接下去呢 就到这一杯 叫做 pink bubble 很多泡泡 有没有看到 2021才刚刚开始 我就喝了这么多 whata 哦 哦 这杯味道很熟悉 很像我以前小时候啊 伤风感冒的时候 喝的那个药 那个alcohol的味道很浓 到后面的时候啊 你会感觉热热的 alcohol的味道开始出来 这一个比较像重头戏 为什么啊 因为它很特别 就连它的外观就已经 非常的吸引到我 它这边有两种颜色 对不对 一个是蓝色 一个是红色 蓝色叫解药 红色叫毒药 喝法啊 有三种喝法 第一个喝法 就是你先喝红的 再喝蓝的 毒药先喝 然后再喝解药 那它的味道呢 就是甜的 那第二个喝法呢 就是你先喝解药 再喝毒药 那个味道呢 是苦的 第三个喝法 相信大家都猜到了 就是一起喝 你这个两个一起打进去啊 你会嗨起来 你这个人 很有kick 我就是喝毒药了 再喝解药先 过后 我就两个一起 我想要知道 这老板所谓的 嗨起来 那个感觉是什么 呼 来咯 嘿嘿嘿 很重欸你 毒药 呃 咯咯咯 咯咯 快点 啊 哇 好趣哦 其实它没有到很苦 只是它有那个嗆的那个味道 蓝色进去的时候啊 头头闻你会有一种 像被它提神的感觉 整个醒起来 真的很像啊 那个解药拯救了你过后 起死回神的感觉 真的有那个感觉啊 我觉得这个蛮好玩 现在这个东西 现在 中头戏来的 3 2 1 3 呼呼呼 呼呼 哇 整个很high现在 OK 我个人觉得 两个一起喝比较爽 先喝毒药再喝解药的话 你那个感觉就等于说 你要suffer两次 所以我甘愿一次过来 比较爽啊 讲真的 你以为就这样玩了 真正可怕的在这里 老板跟我们讲啊 骷髅头的这一杯啊 它叫做zombie 它里面你知道有多少种酒吗 至少10种 等一下今天没有快车 原来是你安排好的 我知道 哦 哦 这一杯呢 它恐怖的地方是什么 你一下去了那之后哦 你会感觉你这个喉咙 马上 热起来 它是酒精最高的一杯 然后它比较浓 可是它还是属于甜的 你要直接玩过玩 我相信大家应该都可以 只是说它后期来的那个kick啊 那个感觉是突如其来 像我现在 突然间冒汗哦 明明这边这么凉哦 初学者你们可以喝 这边前面 我觉得这两杯是ok 没有问题的 我觉得这杯也ok 那后面的咧 是属于比较avanc一点的 似乎喜欢是我 所以我喝起来 没有东西 不怕 不过 最重要的最重要的 喝酒不开车 开车不喝酒 大家都要记得 OK 所以今天呢 就暂时告一段落了 等一下 其实还有 这个会中黄标吗 Oh my god 这杯我相信啊 如果出来了啊 生日的时候 都会叫上这一杯 我相信大家来到这边 你们都会帮他取一个名字了 ok 不用我讲了 ok 喝法很简单 我们就直接 哎呦 不明什么要弄起来 竟然是最后一杯 我就玩过了好不好 好不好 来了来了 这边有可可的味道 香味而已 品尝的时候啦 那个味道 还是色酒的味道 酒精的味道 还是比较重的 我相信大家可以接受的 喜欢喝巧克力的 也可以喝这一杯 真的是一个很棒的体验 推荐我最爱的美食 又可以体验新的饮料 真的是 好开心 好快乐 像我现在这样 你们想要来这里试吃 我刚才所介绍的美食啊 或者是你们想要 来试喝这些 新的饮品 几乎每一杯啦 都会有非常漂亮的 Effect 我这边偷偷的 跟你们讲啦 我其实每次来这边 最喜欢去的地方 你知道在哪里吗 它的厕所 感觉啊 是进入到另外一个空间 你下次自己来体验一下 那今天呢 这个美食介绍 饮料介绍 就暂时告一读啦 那喜欢我视频的 网友们的朋友们 请继续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赞 分享 留言 我们下一个影片见 拜拜 下机会 不要 不要 打会